哦 诸位 二楼的客房都已经安排好了 带几位客官楼上休息 得嘞 几位客官楼上请 请 我去帮你们准备 行路的马匹车辆 谢兄 不瞒你说 这个客舍 是我们寨子的安线 办事还算利索 明白 我觉得华容 其实还是不安全 等我们修装好了 赶紧出发 大王 过来 放手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耍流氓 谁给你的胆子 阿飞 别把事情闹大了 把人交给我 我赶他走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大家出门在外行个方便 都先冷静冷静 要不各自退一步可好 我我我我 看这种无赖有什么好说的 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等一等 走 放一等 等一等 你们是不是一伙的 各位客官 这可是祝县令的儿子呀 县令的儿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没有王法 我就是王法 我说你力气这么大 长得还挺漂亮 这点 你把我放开 我们好好聊聊 你把我放开 他长得是挺漂亮 你眼前倒是不香啊 冷静 冷静 两位都先冷静一下嘛 冷静 冷静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跟他们可不熟啊 这位公子 你是没见过真正的角色吧 我这儿 有望春院的好活 要不要借一步聊聊 走 好久没见酒坊 不见不散 推 一路 来 追 给我追 别让他们跑了 别让他们跑了 三叔 别跑 叽用一下 站住 抓住呢 小心 快点快 别让他跑了 那边 快 で 带路 给我夺 给我抓住他 叽用一下 60 去那边 快点抓呀 别救我呀 老板 借伞用一下 给我啊 谢谢 给我追啊 快给我追 给我追 别跑 那边 快抓住他 站住 站住 别动 好久没见九方 没错呀 人呢 来 小美人 是在找我吗 你让我来这儿干什么 来酒方 虽然是来买酒了 好 这家伙买酒不用钱 说什么呢这是 你用什么买的 我拿几个小犬换哪 青梅煮酒 愁知己 知己难觅 酒难寻 美人美酒在此 岂能没有美景 走 阿菲 这酒是要品的 好酒量 这就是你说的美景啊 想什么呢 那时候我真傻 我还以为爹会带我一起下山 不过只过来没多久 你便自己下山了 就依你娘这兴趣 你必须花费了不小工夫 才能下山吧 这可比你爹直接带你下山 要厉害多了 可是我没想到这山下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这山下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昨日我还在为自己 离强者差了十万八千脸而丧气 今日一入城 今日一入城 便见到这么多流民离家世俗 可他这世道啊 不是我爹吴飞将军等勇士可以左右的 你倒是想得挺明白的啊 所以这江湖马 雪后既有人 这不就出了个你吗 我今日才知道 英雄二子 背负了何等事 你究竟是谁啊 你究竟是谁啊 你和那位 那位王林将军 究竟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他会这么信任你 偏偏找你这么个 除了清宫以外 别的什么都不会的人 进入四十八寨啊 谁说我什么都不会 我这不还会打铁铸剑吗 我还会 知道了 你还会写小曲儿 帮美人打扮 那当然 有道是 盛世的诸与乱世的曲儿 这世道越艰辛 戏曲写词的 就越赚钱 至于武功嘛 我又不想称霸天下 自然够用就行了 原来你把你 御舍只会跑的三脚猫功夫 称为够用啊 这怎么不够用啊 你看啊 这四十八寨 黑牢 我都竖着出来了 自然是够用了 不过阿飞 你说 我这次要是随着你们 又进过四十八寨 会不会被你两个打出来 那不至于 那不至于 反正我不会有第二个地 让你拐 只怕是 他怕我拐走他更宝贝的 这酒 清爽可口 但是我还是想喝我爹尿 没人风采动人 美人风采动人 无见之 生为心蛇 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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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这酒 是用来品的吗 你喝这么快 醉了吧 来 盖被子 我来 盖被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您这儿有大约这么长 然后背很窄 认很利的刀吗 敢问公子买刀做什么 送姑娘 公子 恕在下指引 你这样做是得不到姑娘放心的 人家姑娘都喜欢胭脂啊 水粉啊 那可是她 她喜欢刀啊 不过这价钱嘛 你们开个价 那 成交 好好好 公子 你等着啊 我给你取消啊 我给你取消 等会儿啊 等会儿公子 快点 没关系 刀挺好的呀 我就喜欢拿刀的 昨天晚上干什么来着 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这挂哪儿啊 没地儿啊 陆犬煞 浩侯鹰 初入必有猛禽随行 十九点尽 不好了 不好了 快跑啊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来了这么多带兵器的生人 不好了 不好了 出事了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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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我这要关门了 这刀你还要不要了 要也要 好好 快点 快跑 快跑 什么发生什么了 咱们公子开门 走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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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先生 后来一个客舍就这么给烧了 是啊是啊 听说里面还有好多人被护过伤所呢 客栈怎么了 快走 弟杀死我了 我小弟 来 楚楚 我们先找地方藏起来 走 这次来我吃了 记住这么多人 我来不吃了 这次是 对 这么多人 是 我们很希望 对 很丰难 你说 这是 您 帮助 帮助 仙令大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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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我乃本地仙令 你是何人 为何大人在此无故作恶 你知不知道 你也是 怎么来了两位 你废话还真多 难道你忘了 这是谁的属地吗 凭我的命令便是 你先退到一边 这仙灵为什么不作为 是 参长主 是 住县令 借兵一用 请便 他们 你们几个带人进去搜 是 是 说说就说 走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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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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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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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仙灵 大仙灵 大仙灵 来了 大哥 祝先令 沈某管教无方 对你添了这么大的乱子 不敢不敢 天晋啊 这么暗暖不住吗 三弟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无家的人已经出现了 是来找我们的 若不赶快行动的话 跑了 算谁的 而且我也只是 为了完成交代罢了 难不成大哥 还有别的想法 如今要抓的人已经伏法了 三弟我还有许多事情 上要处理 就不让大哥手没 有劳住县令了 沈某先告辞了 慢走 慢走 走 恭送大哥 大庄主 接下来我们如何行事 据找县令 让他派人全程封锁 再在城门口设防 提高警惕 别让邱天晋这只老狗 坏了大事 是 是 快 是 快 走 你 快 走 走 快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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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个是四十八寨的人 我一定要想办法 带楚楚离开这里 我现在才知道 娘守护的四十八寨是什么 才知道为什么爹说 这山下需要的 三长主 少了一个女人和小孩 我猜得没错 果然有漏王之语 是 扩大范围 全呈索 遵命 诸位相请听着 近日不大太平 有匪徒暴冲商队 混入城中 御徒不悔 幸有良名积解 及时禀报 现歹人已扶住 以防有漏王之鱼 请诸位相亲夜间庇护 现在城门已经关了 我们也没有车马 这时候出去 应该十分鲜艳 可是咱们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说不定咱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守住待兔了 最保险的方式 还是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可是迪莎刚刚下了命令 要全程搜捕 是必会闹得沸沸扬扬 咱们 咱们往哪儿躲呀 我想到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县衙内院先躲一躲 县衙内院 县衙内院 是先令的妻妾住的地方 地下的江湖草莽 他们再怎么搜 也不会想到那儿的 那听你的 我们 我们往哪儿走 那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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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你的人 跟着我 辅助行使 是 是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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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城门口围起来 回去 走 走 你们两个干嘛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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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zyp 还是不得记住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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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地煞的人是在找楚楚 我们这样根本顾不去 你先躲在这儿 等我去探探情况 进去 进去吧 别怕 你先不要慌 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 你千万不要出来 我必须要去看看 地煞在做什么 就算只剩我一个人 我一定会把你安全 送回四十八寨 相信我 那你从现在开始 从已数到一百 算了 还是一千吧 等我回来 我知道这确实 有点前人所难 但是你 挺了不起的 哈飞 哈飞 别忘了 还有我小弟 我说了送你们回去 就一定能送你们回去 就算是我死了 会儿也能飘回来 你自己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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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在还 carne 咖 尾 陆曲兒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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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发现吗 没有 沈天叔 大宗主 我 那边说还有漏网之鱼 估计是他们 想要找的东西还没找到 为了几个老弱妇孺 和熬动为整齐的小崽子 搞出这么大动静 这秋天进这几年 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陆犬的人 以为我等要与其抢功 我们再动排查 他们便跟着再动排查 十分棘手 他们找他们的漏网之鱼 我们找我们的重要人物 难道苍狼和陆犬 也要找的不是同一个人 收下明白了 莫勇 您带一堆人去顿鱼 您带一堆人去西北 剩下的跟我走 注意城南和城北 有陆犬来着搜查 尽量不要和他们掺和到一起 是我们办一场机会 谁 是 成为了 Cold 焦 周恩 九百零一 九百零二 九百零三 九百零三 阿妃 阿妃 你终于回来了 换上吧 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操个穿吧 穿好我们换地方 我查过了 仙阳内院我看了 那里的确没有地上看上 可是 我怕我装不像啊 还像不像吧 反正黑灯瞎火的 没事 这走近了还是能看出来的 我们怎么混啊 咱们不混进去 咱们杀进去 好 咱俩就露馅了 走 把条压低一点 这边都搜过了吗 站住 怕死了 把他藏起来 走 一兄 子珍 一兄 你怎么在这儿 说来话长 一兄 你还好吗 看到白先生突然出现在这里 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你无碍就好 对了 借几个好手给我 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回来再通你一讯 外面这么乱 无论如何都不能出去 且忍耐片刻 我非去不可 是为了你客舍中那些朋友吗 你既然知道 就不要拦我 就不要拦我 让白先生先去探查一番吧 有什么消息立刻告诉你 那客舍 已经烧得不像样子了 你身上有 倘若白先生也无功而返 你带着人去 也是打草青蛇 又有什么用 是啊 我一个内力全无的人 又能怎么样 来 三庄主 我们已经有好几个 落单的兄弟被杀了 有两个被拔去了外衣 还拿走了令牌 其中一人是大庄主那边的 那些漏网之语 竟然还有人护着 三庄主 这吴家人进城的时候 是有四十八寨的人护着 四十八寨大当家的女儿 周匪就在其中 周匪 是 听闻那姑娘得到了李锦荣的真传 功夫可是了的 是 想浑水摸鱼 没有那么简单的 一刻之内请点所有令牌 五人一队 有落单种 上 上 三庄主 那苍狼那边 您看 他不是要和我封锁全城一起查吗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能查出什么东西来 你输进来 身体如何 很好 多谢 只是你 动辄音讯全无 我们都很惦记 时常听父亲念叨一兄 是我的不是 有机会 我去看看他吧 一兄 你还打算这样 四海为家多久 外面这么乱 你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我不想管任何的朝堂之事 我现在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挺适合我的 什么好日子 风餐露宿也算吗 殿下 肖公子 白先生客气了 我现在叫谢雨 外面怎么样了 日间 秋天静带人到客舍 不有分说就要抓人 虽然客舍中有不少好手 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 倘若当时强行突围也就算了 可据说随行之中有弱智富儒 为了保护他们不得已退回客舍中 本想着派人出去寻找救援 可邱天静早有准备 命手下将那里团团围住 又架起上百条毒水干 直接将陆锋死 开始放火 然后呢 这是火场上 地上搜楼下的木劲 你不是喜欢刀吗 你不是喜欢刀吗 这种可以刮刀柄上 这是我们刚来花荣誓 臣妃送周妃的玉坠 别说师兄不疼你啊 看你表现了 好 墙那边就是县崖内院了 我白天来过无人防守 里面就住了俩家眷 可是 那我们要怎么进去啊 我带你翻进去 我们先把这身脏皮脱下来吧 嗯 阿飞 我们待在这儿现在是安全的 可是 这府上来来回回的人 万一被他们发现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 多几天吧 躲过这一阵再说 到时候我带你回四十八寨 我娘肯定会接应我们的 这一次拖累了四十八寨的兄弟们 这次拖累了 喝了 快来拿饭啊 叫你们出来拿饭不出来 背地里又跟公子说三道四的 胡连连什么呢你 你前两天送的饼都是硬的 我告诉你啊 你再在这儿偷奸耍华 我告诉公子去 谁信你呢 公子一年好不容易来这儿一趟 更别提县恋和大夫人 真拿自己当正经夫人了 你个小屠宰子 我让你勾严看人低 瘦神的能 轮得到你 等等 夫 夫人 又是你啊 又被打了 疼吗 我给你看看 不疼不疼 我 小狗狗狗狗狗 夫人 您准是属猫的 走路一点动静都没有 走 进屋吃饭去 走 那放破烂的小屋 有什么可看的 走吧 目前地上分成了两拨 依次对华容进行搜查 他们的据点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搜捕 对 据说他们昨天清点人数之后 确认有漏网之鱼 烧客舍 封城 漏网之鱼 谢公子 您要说什么 庆熙公子烧案 昨夜地上也折了不少人手 到现在都没有查出来 到底是谁干的 这城中还有地上意料不到的高手 对 对 想必各位村民都还记得 昨日一伙贼人 不经此地 现已福朱 是 更有无废余孽 四出逃后 故思悔改 你抓我干什么呀 尽其狼狈为奸 过来 各位村民都还记得 昨日一伙贼人 不经此地 现已福朱 可有无废余孽 好 一伙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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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 我小爹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他还那么小 如今他要有什么善事 我怎么跟爹娘交代 华容中有流亡之子的百姓 他们不明就里 听了这份栽赃陷害 还以为害他们家破人亡的 是昨日烧死在客舍中的那些人 帝莎如此不管不顾乱烧一气 客舍里死了多少无辜的人 不怕引起民愤吗 帝莎 不过事情将无败累 如此兴师动众 肆意妄为 背后 一定有支持的势力作损 现如今煽动百姓 也是因为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他们要的人跑了 他考搜 暂时搜不到 但他们究竟如何能确定的 他们把客栈胡乱一烧 人都烧焦了 他们凭什么说 少了我们两个人 求天进此次纵火 就是不留活口的架势 这说明 他们要找的并不是人 而是什么物件 海天一色 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你爹娘让你保存的 此人身上不仅有物件 且身边 还有地上没料到的高手相助 你陈飞兄的为人 倘若当时 真有机会将其中一人 或吴家子女送出去的话 推出去的人 必是最小的那个 所以 阿飞可能还活着 你大见 要多决定 太不天了 要是人家 要是老太太 老太太 可以 阿飞 他 就杀了便是 阿飞 你要真是见一个杀一个的话 时间久了 也会变得极端 偏激易怒的 这样的话不就顺了他们的意 把你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了吗 放心 我不会变成那样的 请 便下呢 易兄 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 城里现在满是地上 你贸然去太危险了 万一你 没有万一 行了 我别的本事没有 逃命的功夫还是可以的 放心吧 可是 我那些朋友还生死我一步 我必须要出去看看 白先生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我已经查探过了 目前还没有人留意我们这边 行 你跟我一起出去 好 好了 这不还有白先生跟着的忙 白先生 你可千万要保证义兄的安全 放心 殿下 对了 你待在此处哪也不要去 等我回来 有话要问你 知道了 义兄 是吗 在这地方 怎么回来了 对了 咱们别人 在这地方 由来 1060年 从来 充滞的 朕一补好 我就不信你补出来 这次的行动虽然有漏网之余 朕仍是不需此行 大哥 接下来养我地煞神威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是 大家伙听好了 这伙盗贼流窜到此地 作乱已久 这伙盗贼流 对过往路人一概不放过 向来是有财劫财 有马劫马 曹菅人命 幸好已被抓捕 但仍有漏网之余 反知情上报者 接算有功 众众有审 唉 有敌人 你得过来 但是有血 看来 这爾夫的 你得过来 你得过来 这爾夫呢 我们不就过去 这艘 你得过来 白先生 你听到的传号果然不假 薛公子何意 你看 沈天叔和秋天七两个人在台上 并没有任何交流 这俩人 想必是出了什么嫌隙 大家伙 犯下这样大罪的罪人 是不是应该千刀万剐 主要是大火 那伙歹人里还有一人 尚存着一口气 你们说 该如何处置 杀了 阿三 你若是在 怎么忍得了 地上真是在引你出来 这客舍这么大的火 还有个恶人没被烧死 可真厉害 是啊 我可听守牢房的大哥说了 那个没被烧死的恶人 正准备当中正法呢 当中正法 是啊 我的天哪 这回他可死定 那是 你这天天守在这儿 当然不知道 你这饼怎么又是又冷又硬啊 你让人怎么想 或许还有人活着 我还是想出去看看 阿飞 我和您一起去吧 不行 楚楚 你不能去 你要是有什么闪失 你小弟怎么办 你留在这儿 等我回来 可是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 我也活不成了 这万人我一定回来 然后我们回四十八寨 你快杀了他 你杀了他 陈飞秀还活着 冷静点 真不要轻举妄动 他 不是你杀了他 是他 叛徒 四十八寨 我会放过你的 我 张师弟 你可得撑得久一些 千万别让几位庄主失望啊 那你动手 杀了我要够贼 贼人同党尚未肃清 再有立功者 依旧重重有赏 贼人同党尚未肃清 再有立功者 依旧重重有赏 我最终的 松阓 你这不已 你这不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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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坑 我得坑 奇董 他怎么睡了 他怎么醒了 他怎么醒了 公子 今日之事 是属下不得已而为之 地煞穷雄景 一奄奄一息之人相及 那就是想 白先生 我家暴本为江湖门牌 就算将四下咱们小牌收归 也不过是些逞凶斗勇之徒 你告诉我 为何会突然屯兵 养马大肆敛财 公子 我连套自以为搭上了谁的船 我家殿下 到此地时日上断 虽然确实与货家宝主有所联系 那也不过 是想结交武林人士 同仇敌开对付渔文池罢了 再说 货家宝与渔龙混杂 其会下到底有什么人 有何作为 我家殿下也并不知晓啊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 谁还没有几个不体面的江湖朋友 但是你要自己心里清楚 刚才的人 到底担的是谁的罪过 是你的想命重要还是交代重要 就在中药 谁让你下来的 要不是我给你那一脚 你那小嘴恐怕跟身子就要翻家了 他若活着 便是只要有一口气 他也会爬来救人 你别管我了 你快上去 来不及了 喂 我的小姑奶奶 你得搞得清楚状况吗 这地下跟周卷主都来了 你不要命了 反正我要救李生和陈飞师兄他们 我就把他们这么丢在这儿 我跑了 可他没有出现 难道 好 公子 你要干什么去 没什么 走吧 等这档子事过了 你把祸快走了 我找几个兄弟 把你的那些朋友们的尸身收敛了 你拥有了 希望那时候 他们的尸身 还没有被狄煞糟蹋吧 这乱世里的人命啊 比苏见 比米见 比布勃见 比车马见 唯多情义更贵一些 可悲可谈哪 谢公子 谢公子 你怎么了 谢公子 咱们赶快回去吧 官爷 麻烦白跑一趟了啊 不好意思啊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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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去搜 官爷 过来 什么人 官爷 官爷 小人刘三今年五十岁 早年丧妻 就留下 这两个儿子 都是你腿子 这个 是我大儿子 叫刘十 这是我小儿子 叫刘山 官爷您喝水了 小的给您倒一杯 走开 走开 没事颠现殷勤 越现殷勤越有鬼 哥 这三人不是 走 下一下 官爷您慢走啊 慢走 你走吧 十儿 十儿 对不起小人 十年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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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遭 边来 都罪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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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 Claus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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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怎么了 哥哥 官爷 我儿得到是牢病 不好治啊 牢病 倒计怎么回事 原本这花容平平安安的 谁知道前一段时间 拥近一批流民 其中数人都感染牢病 我儿一不小心得了此病 我恳请官爷 让我们先找医者吧 卫棋 官爷 走 官爷 不行了 不行了 快快快 善儿 快去找医者 我这就是 是 谢公子 谁 好 谁 委屈殿下了 回头 委屈谢公子了 不委屈不委屈 谁 好 义兄 对不起 没什么 都过去了 殿下 我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紫琛啊 沈天书突袭黑牢 本以为能拿下霍家宝的一只羽翼 抓住霍连涛 这谁知突然杀出过沐小桥 竟不肯乖乖束手就擒 霍连涛背后有人 可不是只有我能想得到的 这苍狼要寻的人 是一名男性 而露却找的才是那个 从客舍中跑出去的 吴家小姐和吴家小弟 沈天书转到华容 这明摆着就是冲着你来的 赵连涛 你也不出门看看 华容中逃难的流民 比别处尤其之多 百姓们都知道此处安全 为什么 义兄 我 是因为你在这儿 霍连涛肯定嘱咐过自己的手下 不要在华容惹事 你倒好 在这儿立了这么大一块牌子 还真当自己藏得天衣无缝 义兄 你说得我都明白 当初我来华容 也只是单纯为了方便 与霍连涛联系罢了 我也没想到那么多流民 会因我而来 我看着他们流离失所 疾困交加的模样 我实在无法坐视不理啊 所以在华容 给流民赠粮的人 也是你 义兄 我知道我这么做 会让自己陷入畏惧 但我真的不能不管 那些百姓的死活 很抱歉连累了你 紫辰 你为了百姓 不顾自身安危 为兄很实欣慰 只是现在 沈天书虽然没有抓到你 但他把你困在了这里 挨家挨户地查看 出入成了两僧把手 就算有办法突围 白先生 也不会让你冒这个险 把我困在这儿 又有什么用 我就不信他真敢把我怎么样 如果想通过围困我 来让霍连涛就范 那就更不可能了 霍连涛跟我才没有 那么过敏的交情 好 如今你们的军队 就驻扎在交界附近 来往此处 快马加鞭不过七八天 如果听到你被困在此 就算明知是诈 你父亲也必然会有所表态 可沈天书一个江湖人是没有理由 可他背后的余温纸呢 一个皇子在敌军地界出了事 余温纸岂不是可以大做文章 好 紫辰 你是不是也太天真了 殿下 你看我不是早说了吗 你应该尽早出城 刚才谢公子不也这么说吗 可惜现在还不是时候 紫辰 你尽快写一封信 送往霍连涛 务必让滴沙看到信进了霍连涛 好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机会马上就来了